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是否在每天的生活中都在撒种子 你希望它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让今天1月27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天国的种子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马尔谷福音第4章第26至34节 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 天主的国好比一个人把种子撒在地里 它黑夜白天或睡或起 那种子发芽生长 至于怎样 他却不知道 因为土地自然生长果实 先发苗 后土碎 最后碎上满了卖力 当果实成熟的时候 便立刻派人以镰刀收割 因为到了收获的时期 他又说 我们以什么比拟天主的国呢 或用什么比喻来形容它呢 它好像一粒芥子 种在地里的时候 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 当下种之后 生长起来 比一切蔬菜都大 并且长出大枝 以至天上的飞鸟 能栖息在他的印下 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 按照他们所能听懂的 给他们讲道 若不用比喻 他就不给他们讲什么 但私下里 却给自己的门徒解释一切 感谢天主的圣言 天国就像芥菜子的生长 一开始 它是所有种子中最小的 不太会被人注意到 甚至被忽略 但最后 它却要成为最大的 要结出比其他蔬菜都大的果实 在我们一生中 为了达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 我们会投资许多事情 小时候 父母让孩子受好的教育 享用好的资源 期盼他长到后 能高人一等 成年后 许多人仍不断进修 期许自己在社会上 可以出人头地 我们在自己身上 投资了许多种子 但哪些种子 是最值得投资的呢 耶稣今天告诉我们 播种 天国的种子 是人生最值得投资的事 因为天国的种子 最后将要长出 比其他一切种子 都大的果实 它所结出的果实 不只是利己的果实 更是利人的果实 让有接触到这果实的人 都能获得幸福 那么 天国的种子 是由哪些元素 组成的呢 在信望爱三德中 最大的是爱德 隔前十三章 十三节 若我们能在每天生活中 一点一滴地实践爱德 例如在别人很烦时 保持耐心 在情绪不好时 选择善意对待他人 在不影响自己做到分内事以外 跨出一步帮助忙碌的同事 这些善行虽然小 但是宝贵的爱的种子 若我们愿意为了建立天国 而一颗一颗将这些爱的种子 洒出去 它们将结出成熟之爱的果实 使许多人能在爱的碧印下气息 请品尝圣言 天国好像一粒介子 种在地里的时候 比地上的一切种子都小 当下种之后 生长起来 比一切蔬菜都大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天主邀请我种下 哪一个具体的爱的种子呢 最后让我们全心祈祷 主 你深知我的软弱极渴望 求你帮助我勇敢活出爱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生活中 常种下爱的种子 我们明天再见 味道